杀华硬是女人的青春跟美丽总是短暂的 很多都怕自己年老四衰 尤其是靠里吃饭的艺人们 当她们的容貌不在时 去拍电影或者电视剧 都有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因此不少人会为了维持容貌 采取手术的方式 换起文是香港女明星 出道时各自高挑 身材玲珑 她曾经吃完《我后将是有个约会》 曾经和真子弹一块拍戏 两有过那么一段情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两人没有一走下去 之后她的恋情一都是无期而终 直到最后她遇到了那个命中注定的一个人 陈十三 尽管结婚多年 男人的感情还像刚认识的杨铁蜜 她觉得没有生一个孩子 也没什么好遗憾的 正因为没有孩子的影响 如今已经50多岁的她 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连容貌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似乎对她更为宽容 但她身上有下的痕迹 都是正面影响 浓浓的女儿和一份从自信 这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位明星了 她就是杨公如 当时年轻美貌 当时的名气 远远的大过万奇万的她 因为做了件措施 最狠的我都不是很喜欢她了 今年她已经46岁了 脸部看起来好像有点僵硬了 别看着眼光雕琢的假面烈狼 怪不得没什么路人缘 相处在土耳的年纪 但是问起问更养公如 却一个优雅的老去 一个却火成了网红 真的是太人感慨了